如果说起对帝都的印象,可能大部分人是天安门是鸟巢,而对于吃货的我来说,却是北京烤鸭吃北京地道的铜火锅,想想就口水直流有目有,好在这年头美食遍地开花,不用特地跑到北京, 也可以吃到最正宗的老北京铜火锅,尤其是那北洋蝎子火锅,泽泽,那滋味和好友约了去吃火锅,有可能是这个夏天最后一顿火锅了吧,马上进入闲人夏季,火锅也会迎来淡季,吃得一身汗的感觉,估计不太好受吧,哈哈,我们来到了位于瑞锦红莲路上的1078号老北京铜火锅店,这是一家在厦门最喜欢的老北京火锅店的, 进入厦门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了吧,品质没有下降,稳步成长并开了多家分店,餐厅以中国红莓主色调,让整个餐厅显得格外的喜庆热闹,又像是老北京的大红墙,给人一种亲切感, 餐厅内除了正中间的一个长形的大方桌之外,四周摆放的大部分是二到四人的小方桌,餐厅虽然不算大,却整理得井井有条,四周的墙上画着一些壁画,也很有帝都的风格,一侧的墙壁上还摆满了各种小玩具摆件,煞是可爱,不过他家最吸引人的,还莫过于是摆着餐桌之上的景泰兰铜火锅了, 全厦门要他家铜火锅颜值排第二,肯定是没人敢排第一了吧,超漂亮的铜火锅,简直像是艺术品,用它来煮火锅总感觉有点奢侈的感觉,备注,景泰兰正明铜胎掐丝发廊,俗名发廊,又称欠发廊,是一种在铜制的胎形上,用柔软的扁铜丝,掐成各种花纹汉上,然后把发廊制的碎油填充在花纹内烧制而成的瓷器器物, 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,制作记忆比较成熟,使用的发廊又多以蓝色为主,故而得名景泰兰,没等太久,我们的鸳鸳锅底就上来了,一边是清水锅底,一边是青椒锅底,清水锅底真的是干干净净的矿泉水,几乎没加任何东西,清澈无比,这也是他家的特色了,遵循老北京最纯粹的吃法,不迁就成就最地道味道, 另一边的清椒锅底是采用绿色辣椒和藤椒,据说比红辣椒吃起来想,而且更加不上火,首先上桌的自然是最爱的肉肉肉,冰镇羊肉双拼,啥是这么回事?鲜艳的红色搭配翠绿色,十分的热眼,看着鲜羊肉片默默流口水,就等锅底烧开了,军菇蔬菜拼盘也是很大一份, 足足加了1234567,好多种的蔬菜,香菇杏棒菇金针菇,生菜红薅娃娃菜,各种应有尽用,等待锅底烧开的同时,还是先来吃点老北京的驴打滚,等地的小吃垫垫肚子吧,驴打滚外层沾满豆面,成金黄色,豆香腺甜,路口绵软,别具风味,豆腺,路口即化,香甜肉吸, 还有用精味点细弄装的麻团,香酥好吃,等待中,锅已经滚开,热气腾腾中带着香味喷涌而出,二话不说,开涮开涮,肉肉肉都扔进去,肯住羊蝎子大骨,涮住隔,宠牛羊肉,还有喜欢的虾发,吃得不亦乐乎,吃不过爽就爽在,一大堆东西摆满了一整个桌子,大家围在一起热火朝天的涮的过程里,一边吃一边涮一边聊天, 真扯家常,他们家除了火锅本身,还有一个我超级喜欢的地方就是,他家也提供烤串,从最开始的第一家到现在的这么多家,在眼皮底下慢慢的成长进步,实在是太棒了,他家的烤串虽然花样不多,但是却烤得很好,丝毫不会有焦调的部分,味道也很不错,都可以尝试看看的,吃个烤串,再配下餐厅里的小彩虹,是不是幸福满满的感觉, 餐厅内除了瓶装饮料,也有鲜榨一扎装的果汁饮料,百香果汁,芒果汁等等,这类迪档机饮品,节暑降温,都非常不错哦,如果你还没吃饱,来一份三色蔬菜面条,下锅拌一拌,Q弹香爽,足够填饱你胃里的最后一份空间,颜值爆表的铜火锅,宫廷般的享受,忘不了的北京味, 说的就是1078号大,这么为美价廉的老北京火锅,你还不快带上它前来尝尝,影军美食分隔线等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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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店名,1078号宫廷帅肉追紧店地址, 厦门市思明区红连里,27号红文大排档对面人均,100元交通,公交车到红连里站,DRT到红文站推荐菜,羊肉双拼,驴打滚,鲜牙划,神军拼盘,双剑组合,酸梅汤等,影军美,十分隔线,本门版全所有,未经许可,不得商用如有转载,请著名出处,以及图文作者,北者必究如果你喜欢我,欢迎关注我独立吃货一个, 爱美食,爱旅游,爱摄影,爱生活,这就是我